美感啊不是一种天生的技能 而是后天开发的感受力 不早觉得是我觉得植物美学里面最佳的代表 哈喽大家好我是Sabrina 欢迎来到情花路院的频道 这一集我们来介绍一下我手上这一只 也是经典的名品叫银花 它是来自瓦娜园区的FSQ的包子苗 那这一株的来源是来自日本太郎先生那边的 这是我2022年在日本竞标网站上面拍卖标回来的 这一株啊目前养了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 从原本比较初的分岔 到现在第三轮终于展现出它的终极形态 可以看到它分岔非常的细致 我对英华有一个非常棒的名字 因为它整体植株的表现非常的华丽 然后它是深绿色的底配上银白色的绒帽 今天我也特别的带到这一株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 我们鹿角角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戒壳虫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一片叶子上面啊都是黑色的点点 那我们来讲一下戒壳虫 你知道戒壳虫跟蚂蚁它们两个是好朋友 然后蚂蚁就会背着戒壳虫啪啪啪啪啪啪 爬到住角角 那戒壳虫就会在这里住下跟繁殖 那戒壳虫的排泄物就是蜜鹿 甜甜的也是蚂蚁的食物 所以它们两个是互利共生 那对于蜘蛛来讲真的是伤害很大 发现有戒壳虫的话你就先把它剥除 然后呢再喷咬 大概三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去除掉 假如说像是这种叶子已经很严重的话 就黑一点很多 我们就会直接剪掉 那我们现在来点给大家看 戒壳虫常见的用药可以使用 荣耀有赛树胺 之前我们是使用赛树胺 那最近其实我们想朝着有机的方向前进 所以我们最近有使用这种纯天然的除虫药 它里面的成分就是油加利亚 香茅 薄荷 椰子油 这些除虫的东西 然后它是纯天然的 碰触到肌肤 然后或是你吃到它也都没关系 因为它是完全天然的 你就可以这样子避开牙点 然后让大面积的喷在上面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剪掉咯 首先你要准备一把够锐利的剪刀 其实我觉得修剪就业是 很多人最不敢做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刚开始就很舍不得 很怕伤害到他们 但其实不会 适时的修剪就业 对他们来讲比较好哟 生长空间可以比较大 然后这些懒菌的啊 有病虫的修剪掉 才不会去感染到其他的 然后这就是银华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真的很多 这种黑色点点 然后不免俗的还是 我剪掉就应该就还是会去戳一下它的白毛 我剪掉就应该就还是会去戳一下它的白毛 银华的白毛 超厚 做完刚刚也像驱崇的部分啊 就是遇到虫害的解决问题之后 稍微来介绍一下 银华我们照顾的方式 银华这一株的特色是 它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跟相对其他的品种啊 这就是我们这一年半的发现 它长得很慢 很缓慢很缓慢 所以它需要的是耐心 这一棵的话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养在冷房里面 使用植物灯光照20个小时 然后24小时恒温的环境下 银华的话 它最迷人的是它尾端部分的分岔 它不是从前面开始分岔 是到了尾端部分 它整体的形态会偏于中型 银华一直属于高单价 那到了近期 台湾陆续也有包子苗出现 所以建议就是说 如果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预算的话 可以去购买银华包子苗 然后如果是想要收集这种 终极形态的高阶玩家的话 就很适合去找寻它的政策鸭 跟政策鸭的指引 一定跟妈妈一模一样 就是帮它 其实我们什么都有收 包子苗政策鸭都有收 那收这种政策鸭 对我们来讲一直都是非常值得的 到了它终结形态的出现之后 会发现前面的等待 都是甜美的 本间温室就是我的美术馆 鹿角角就是我的艺术品 植物美学就在你我之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支持这个视频